明朝著名将领七纪光一手打造的铁血之师七家军,曾在东南沿海让倭寇闻风丧胆。 七纪光靠严明的军技,艰苦的训练,科学的阵法,独特的武器,以及强悍的战力。 南征北战三十余年,南平倭寇,北镇蒙古,战无不胜,先有败继。 七纪光曾在绩效新书中自述,从军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 据名史记载,七家军最大的一次伤亡是林敦战役,七家军阵亡九十余人,但淹死和烧死倭寇三千多人,斩敌首级六百九十颗。 而在骑西牛田等战斗中,七家军更是无意伤亡,纵观七家军的数十年战斗,歼敌超过十五万人,而自身伤亡不过区区二百人,这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是一个奇迹。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支长盛之军,虎狼之师,却在魂河之战中全军覆没,这是为什么呢? 读历史,明视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明朝末年励志腐败,国运渐衰,明军军纪松弛,战斗力低下,小小的倭寇也不把大明放在眼里,不断挑战我大明边防军队,骚扰沿海。 七家军在这种大环境下成立,七纪光凭借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武器,多变的阵型,将这帮农民训练成一支强大的特种兵部队,七家军纪律之严厉,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 临阵诈称疾病者,斩首,临阵抛弃军弃者,斩首,临阵退缩者,斩首,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 至于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者,更是必死无疑,在武器上,七家军普遍配备了先进的鸟冲,为增强鸟冲的杀伤力,还使用了威力巨大的虎蹲炮,这是一种近代火炮。 杀伤力极大,因其射击时像猛虎蹲坐的样子而得名,七家军还装备特别战刀和军甲,专门对付倭寇,七家军武器装备在亚洲第一,世界前茅,可以说严明纪律,先进武器。 完美鸳鸯阵是七纪光击败倭寇关键,七纪光成军以来,从南到北,未尝败祭,七家军击败倭寇后,七纪光率军驻守大明朝继镇期间,数次击败蒙古骑兵,并成功支援辽东李成梁。 七纪光病逝后,这支军队没有消散,为大明抵抗蒙古参加万历三大争,并在抵御后军军队发挥十分巨大作用。 有道是一招君子一招臣,当年的岳家军是有丞相李刚在背后力挺,岳飞才得以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打造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岳家军。 明朝的七纪光同样是在朝廷首辅张居正庇护之下完成了对七家军的建设,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七家军的领头羊七纪光也被罢免了官职。 所以说,一支强悍的部队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最终的结局都会灰飞湮灭,相比之下,岳家军在岳飞被奸臣秦桧害死之后,所属部队也是被朝廷缴合得分崩离析。 拆得七零八散,战力不在,但七家军就没有如此的幸运了。 没有了七纪光的七家军虽然还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但就其和鼎盛时期相比,以及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明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后的封臣秀吉率领十四万大军攻击朝鲜,明朝派出的两路军队接拜。 这时候就有朝廷官员想到了镇守海江的七家军,于是就开始了南兵北用。 七家军以四千人来配合四万的明朝军队进入平壤作战,时任兵部侍郎寂寥经略的宋英昌许诺。 七家军每兵待遇的年薪可以达到四十三两白银,大名主将李如松也夸下海口,第一个登上牡丹峰的士兵奖励白银三百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作为募兵的七家军,以一天一夜的厮杀终于突破封尘秀吉的防御。 登上牡丹峰的士兵居然只得到区区三两白银,那个四十三两最终也成为了无稽之谈。 于是,隐患就此埋下,1595年,也就是大名万历23年,从平壤退回忌镇驻守的七家军开始向时任大名忌镇总兵王宝讨要说法,王宝口头答应,随即在阎武场埋伏兵马。 让这些讨要军饷的七家军骨干到阎武场集合,于是一场以兵变的血腥屠杀开始了。 根据朝鲜方面记载,被屠杀士兵有三千余众,也就是说争吊的四千七家军,几乎都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相反的是,总兵王宝还得到了加官进爵。 公元1588年,60岁的一代名将七纪光染病去世,将七家军的旗帜交到了这七金的手里,这位跟随伯父浴血沙场十几年的后起之秀,完全继承了七纪光的血性和勇猛,在战场上一往无前,战功卓著。 练兵颇有负,指薄负风,正是这位七家后人,在七家军的最后一战魂和血战中,纵然面临生死绝境,战至最后一人,仍然让从未倒下的七家军旗帜烈烈升风,高高飘扬。 那是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八旗铁骑围攻沈阳,聚守沈阳的主将派人向明廷求援,辽东经略原英泰,急调穿着精兵万余人,火速增援沈阳,并下令三万辽东明军作为后援赶赴前线,其中的这军,就是七军率领的赫赫有名的七家军。 七家军刚刚抵达魂河南岸,就听闻沈阳失守的消息,原来守成名将贸然出击,中了后京军的埋伏,在退回城内时,又被城内的蒙古人砍断了吊桥,固若金汤的沈阳城,就这样在瞬间城门大开,被努尔哈赤轻易地攻破了,这时的川者援军,陷入了进退尾谷的境地,但还是迅速达成了绝不后退的统一意见,川军为了给七家军争取布阵的时间,在将领周敦吉的带领下, 一无反顾地渡过魂河,向北岸的后京军发起了猛攻,这是一支手持白木杆长枪的军队,被人称作白杆军,他们作战勇猛,不惧生死。 履历战功,是明军中的精锐部队,素为远近所淡,努尔哈赤不敢掉以轻心,首先派出正白旗迎战,但飘悍的八旗铁骑被手握长枪的白杆军杀得人仰马帆,连续几次冲锋都杀鱼而归,在城下留下一推后京士兵, 的失手,恼羞成怒的努尔哈赤,随即派出精锐郑黄旗,不过其遭遇,几乎和正白旗一样,灰头土脸的败退而回,两次交锋,八万八旗兵,硬是没捞着一点便宜,反而死于枪奴者数千人, 想将李永芳见后金军屡战屡败,于是找来投降的明军炮手,重赏他们,炮击川军,发炮无不利碎者,在猛烈炮火和后金军的夹击下,川军阵脚大乱,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退回了魂河南岸,和七家军会合, 七金利用川军用生命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迅速在魂河南岸展开七家军有名的车阵,后金军在打败川军后,趁是渡过魂河掩杀过来,一场有名以来最为惨烈的决战,随即在魂河南岸打响,七家军首先用颇复盛名的火冲三叠阵,给予八旗兵迎头痛击,当八旗兵冲到明军阵前三百步时,七家军的大口径弗狼机火炮,万炮齐发,八旗兵随即倒下一大片, 距离二百步时,七家军弓弩手万剑骑射,八旗兵攻势受阻,像潮水一般退去,但仍有个别强悍八旗兵,冲到了距七家军一百步以内,七金就下令所有火器、弓箭等火力全开,到最后,即便有少数冲到阵前的八旗兵,也被七家军的特制武器狼显夺去了性命,明军沉着应战,数次击败八旗精锐冲击,震惊努尔哈赤,就在努尔哈赤没办法时候, 李永芳献计利用沈阳城大炮,袭击川军,川军很快在大炮袭击下,很快战败,八旗军趁机过河进攻这军,八旗军渡过魂河时,这军沉着应战,数次击败八旗军,八旗军损伤惨惨重,前来救援朱万良,将必停滞不前观望战局, 努尔哈赤抓住机会击败明军援军,八旗援军不断赶来前线,魂河边双方血战,穿着军团弹尽两绝,这两支军队,除少部分突出重围,其余全军覆没,陈策,同众鬼与副将七斤,将领袁建龙,邓启龙,张明氏,张大斗等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义无反顾,悲壮殉国, 八旗军这一战可以说惨胜,伤亡上万人,努尔哈赤起兵来损失最惨重一次,这支军队剩下之人,全部编入其他部队,参与沈阳之战,全部战死沙场,威名赫赫七家军成为绝唱,综合所述,七家军虽强大,可历史总有定数,必然会有衰落一天,七季光去世,要这支军队失去灵魂,他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魂河之战失败最大原因就是敌众我寡,一盘散沙, 观望不前导致这场战役成为了七家军绝唱,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